好的 所以啊 它的两侧的色彩变化 是完全跟之前是整相反的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这张图啊 对于它来说呢 几乎都没有什么作用 你看它是往这个方向的 但事实上 数字是没有变化的 明白了吗 它数字是一模一样的啊 我们要保证它和之前那个前片 在外观上要是对称的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之前的时候呢 我也给大家录了很多视频教程啊 首先我发现有两个不太好的地方 第一个呢 我给它录的教程呢 实在是有点太长了 有的教程四个多小时长 从开始织一件衣服到最后这点衣服完成啊 始终在给大家 给它编辑在一个里边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哎呀中间有一个小问题 我还不懂 我要想看它 那么我一拖这个滚动条 就一下就跑出好几十分钟 所以啊 接受了这个大家的建议 所以我之后呢 给大家所有的教程呢 都是十分钟对点 给大家这样录制的啊 方便大家在编织的时候呢 找一些自己的细节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如果啊 如果啊 我们要是把教程都录得很长的话啊 所有的学员呢 都会觉得哇 很漫长 然后他就没有耐心知了啊 所以呢我们会给大家改成现在这样短小的这种教程啊 虽然说短小 但是内容没有没有删减 反而更丰富了 之前我给大家录的教程只告诉他另外这一侧都对称操作 但是很多灵技术新手啊 就没有办法按原样完成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的视频教程啊 都是每一部分的编织方法都给大家详细讲解了 也就是另外的这一侧啊 也有视频教程 大家可以在啊 这个播放列表下面 编号应该是在第十或者是第十二之间吧 大家在那儿能够找得到 明白了吗 好 这一部分完全按照他这种方法来完成的啊 包括啊 这两部分 这边11帧 这边开始是6帧 后来减了帧之后 这变成了4帧 一直向上 然后12厘米也一样 留6帧也一样 这边9帧往返这两厘米也一样 明白了吗 好 都完成之后 就来到了下一个环节啊 下一个环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块 因为这件衣服之所以招大家喜欢 就是因为它有着非常可爱的这一部分 而且啊 大家对我是怎样编织的 哎呀 怎么样才能让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圆圆的头 对于这一块啊 大家都想知道 对吗 好 所以 现在这个教程 哎呀 这个 这个脸脸上的这个花纹 这个应该往里边多缝一点啊 事后再更改一下啊 你看 它的脸上不是有着黑道的吗 像个小老虎啊 一会再改一下 你看 几乎所有人呢 都会织正真和反真 但是看到这个头的这位置啊 就觉得哇 太复杂了 这像一个买的作品 这像一个买的成品的衣服 而不像一个自己亲手能够知得了 能够掌握得了的 实际上并不是啊 所有的灵基础新手 看了咱们的视频教程以后 都能够完成这一部分 明白了吧 所以不用担心 在如下的教程当中呢 我会把这个位置的 所有的重要数值向你公布啊 所以 只要是看了教程之后 所有人都能支撑我这样原论的一个 非常适合 非常合适的一个帽子的部分啊 好了 我们先来说这一部分啊 当完成了前后片之后 我们就要在前后尖头的这个位置 来缝合了 对不对 这种缝合的方法呢 又叫织缝 什么叫织缝呢 就是我们织着给它缝上 就在这个地方呢 哎呦 还是拿开吧 就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 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的前后尖头呢 是各往返向上 织了九针 这是前边 看到了吗 前边你的那个 往返织那个九针的位置 但是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后背片 如果按照要求完的话 你按照要求织的话啊 你应该一共是二十八针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要从二十八针当中给它 找出九针来 这九针和之前前片的九针 给它对头在一起 合在一块 然后给它织缝上 至于怎样织缝 怎样完成的这儿 哎呀 一点痕迹都没有 所有的细节 会在详细的视频教程里边啊 给它展示的会非常清楚啊 大概 你往视频下方看吧 往这个播放列表里边找 封面就有编号 大概是 应该是在第二十 二十几了吧 你在那看一下啊 二十左右吧 织缝好之后 另外一个尖头也织缝好之后 好了 这个时候 你就来到了哪呢 腋下 到底边这个位置的缝盒 看到了吗 这个位置的缝盒呢 实际上是采用的是 非常简单的啊 传统的手工的缝法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啊 别用这个线 用这个圆款线的话 你这位置就不整齐了 而且缝盒完之后 大家看啊 我们还可以这样稍加的 整理一下 你所有的这个缝盒剂 把你的 这个小绒毛啊 从这个 被缝合进 被缝线捆绑住的 这个位置 给它 提出来 让它恢复原样 当你整理完之后 好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眼 谁还能看出来 我这个位置是缝盒的呀 看不出来吧 所以这个方法 推荐给大家都要用啊 你这位置会得到 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部分 其实你看 这儿呢 缝盒剂 好了 当你的两个内部啊 都与前后片 都在前后片这个位置啊 做了缝盒 这么好了 你就成形成一件 简单的一个背心了啊 没有帽子的背心 也没有袖子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 既然没有帽子 我们就来这个帽子吧 就是之前你们心心念的啊 非常圆润的这个帽子的部分 是怎样完成的 我现在给你们每个人 都公布它的重要数值啊 一定要认真的听 好 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左右前片 都要给它留下 六帧的 还记得吗 好 这时候你看啊 靠着边缘的位置 这六帧 我让大家留下了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侧呢 有一对称啊 这边也有六帧 也是啊 留下来的啊 边缘的这个六帧 大家都记得 对不对 好了 你的后背片的部分啊 各拿走了九帧 跟前片分合 如果你没有知错的话 你应该还剩下了十帧 但是没关系啊 有些同学可能是 这个过程当中 不知道怎么掉帧了 或者怎么样 它剩的是九帧 有的剩八帧 有的是不小心多了 它剩了十一帧 这些都没关系啊 我一会儿跟你讲 我们用什么方法 能够把这个位置 补就好 至于啊 左右这个六帧的位置 所有人都不会出错啊 你都是留了六帧的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就剩这一点点帧数 你算啊 才22帧 怎么样能完成一个帽子 对不对 它根本就不够 所以问题在哪呢 你六帧和十帧之间啊 这个有一个连接的地方啊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档 其他的帧数 都好好的在帧套上 这些十帧也在帧套上啊 也在缝针支帧上啊 但这有一大段 它会一大段平的 就像这一样 就像这边缘一样 这一部分啊 空出的部分啊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 给它支缝出六帧来 也就是增加六帧啊 另外一侧 你这也是一大段啊 空空的 你同样需要给它 支缝出这六帧来 至于怎样支缝 毫无痕迹的 就形成了这么好看的效果 你看啊 这位置就是我们支条出来的 不是支缝啊 sorry 支条 这位置啊 就是我们支条出来 大家能看到痕迹吗 看不到是吧 到时候你也能支的这么好啊 你看 我们现在在空缸位置 各给它增加了六帧 但是还没完 这个时候啊 我们在原有留六帧的 这一位置啊 你要给它在 这个六帧里边 再给它增加两帧 看到了吗 另外一侧的六帧 也如是啊 在六帧的基础上 再给它增加两帧 给它变成八帧 这个也是变成了八帧的啊 看到了吗 然后还有 我们要在整个帽子的起始的地方 什么叫起始 假设一百帧 那么第一帧的旁边 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给它平加两帧 平加的方法 跟你之前起针 起针是一样的啊 你看 起始位置啊 平加了两帧 为了对称 另外一侧 起始位置 就是六帧旁边那儿啊 也要给它增加 平加两帧 现在好了 大家把它的图解下来吧 一会儿你会用得到啊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把这一位置啊 再给大家详细的解答清楚 同时还包括 如果你这个位置不是剩九帧 怎样能够 把这块补救的方法 会在下一个视频教程当中 给大家讲解清楚啊 好吗 好吗 回来 我们的 依然 说 别